我本来想找你有事说的 结果发现你不在屋里 你去哪了 沐清宇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你不会又去约会了吧 猛然看到叶少阳的左臂的伤口 惊动 你怎么了 不等叶少阳开口 起身说道 先别说了 你坐下 起身走进了厨房 过了一会儿端了一把 一盆热水过来 帮叶少阳解开碎衣服 用毛巾沾水清理 这是 污毒 沐清宇摸着伤口附近的一丝绿色的粘液 震惊地说道 你怎么会中污毒 你跟卧室斗反了 是啊 这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已经没事了 回头 我再慢慢告诉你 叶少阳只好敷衍 沐清宇也没多问 帮他擦洗伤口 然后去房里 配了乌瑶过来 帮他涂上 叶少阳吸了一口气 疼吗 沐清宇抬起头来 关切地看着他 叶少阳摇了摇头 近距离地看着他 认真地为自己处理伤口 沐清宇抬起头来 四目相对 有些害羞地说道 看我做什么 我在想 你这么好的一个女孩 嫁给保卡那样的大老粗 实在是可惜了 叶少阳说这番话 没有任何轻浮的意思 沐清宇抿嘴一笑 那你 贾西真做 把我收了吧 随后自觉失言 又拿起了之前 房子一边的刺绣 给叶少阳看了看 问道 好看吗 叶少阳接过来看了一眼 绣的是一对比翼鸟 栩栩如生 由衷赞道 嗯 好看 这倒是我以前跟我妈学的 没有她绣的一半好呢 沐清宇有些伤感地说道 可惜她不在了 有很多刺绣的技巧 我还不会呢 叶少阳心中一动 说道 也许将来 还有机会再相见呢 沐清宇有些诧异地 看了她一眼 叹道 少阳哥 你就别安慰我了 想要见到妈妈 除非我死了 那也不一定 别忘了 我是法师 我会招魂 或许 我可以把她的魂魄招来 跟你见一见 叶少阳认真地坐着铺垫 沐清宇眼睛亮了一下 玄机又暗淡下去 不可能的 我哥也是巫师啊 以前用过招魂术 说我妈妈已经轮回了 魂魄不再隐私了 叶少阳冷笑 心想 沐清风说谎话 也真不怜哄 果然 背包里传来一丝柔光 魂力波动 叶少阳知道 温华娇听了这话 暗内不住 当下装作若无其事地 把手伸进背包 大拇指在阴阳镜上 按了一下 警告温华娇 她才老实下来 对了 你之前说要找我 什么事来着 叶少阳将话题移开 啊 想我把证实给忘了 沐清宇拍了拍额头 我哥让我告诉你 明天出发进山 去调查水患原因 明天 她的脚没事了 还好吧 她让我们先去 她自己再养一两天 沐清宇笑了笑 她怕你等得着急 先去探探也好 叶少阳点了点头 虽然知道 沐清风没什么好心 但早晚都是要走着一趟 早去当然好 也省得留在寨子里 平生变故 与沐清宇到了晚安 叶少阳回到了自己房间 也没开灯 直接就躺下了 伤口还在隐隐作唾 叶少阳轻轻地抚摸着 脑海里想着 小慧进攻自己的过程 她到底还认不认识自己呢 林三生和温华娇 陆续从阴阳镜里出来 温华娇赶怀之前 沐清宇说的话 无脸哭泣 叶少阳把房门锁好 又贴着张雪晶符在门头上 免得诡计外泄 被沐清风感知到 我去周围逛逛吧 看能否有什么发现 林三生说道 叶少阳知道 他待在这里无聊 也就游着他 只是提醒他小心一点 林三生现在是二等鬼手 不管遇到什么法师或邪物 自保都没问题 林三生走后 叶少阳安慰了温华娇几句 让他不要出去 一场打斗 还受了伤湿了血 叶少阳真是累了 躺在床上浑身都不想动 给瑞冷玉打句电话 果然没人接 暗暗叹了口气 叶少阳念了一遍静心咒 让自己睡着了 清晨 叶少阳睁开眼睛 发现温华娇躺在旁边 侧身静静地看着自己 叶少阳已故地坐了起来 问道 你 你就这样躺了一眼 见他点头 叶少阳有点无语 虽说是人鬼有别 但是同床共枕 总是不好 幸亏也没人知道 怎么了 主人 没啥 啊 你叫我什么 温华娇微微低头 有些羞怯地说道 从你救救我那一刻起 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主人了 叶少阳这才明白 他是要认主的意思 呱呱 橙子等一些货 之前也叫自己主人 后来 才改叫老大 感情是自己邪恶了 不过被一个绝美的女鬼叫主人 这种感觉 确实容易响入非非 温华娇缓缓地张开了嘴巴 叶少阳知道他要干什么 冲过去一只手捂住他的嘴巴 一只手在他眉筋处点了一下 留下了一抹钢气 让他无法吐出浑精 温华娇一脸失忆 望着叶少阳 悠悠地说道 我是听林大哥说 你有很多鬼扑妖谱 所以动了心思 也不多我一个 主人难道嫌我修为太差了吗 没这回事 叶少阳挠了挠头 心中暗马林三生乱说话 我留下你 是让你最后能跟轻语道个别 说说真相 好让他看清他哥哥 愿意让我带他离开 之后我就送你去阴司 你放心 你虽然逗留人间多年 但错不在你 我保你能够轮回 来生还有补偿 能有什么不偿啊 问华娇叹道 一求无价宝 难得有情郎 对于人生 我已经怕了 也倦了 能遇到你这么 有情有义的主人 长期释放 我也值了 不行 得想办法 把他的念头给绝了 叶少阳挠了挠头 寻徐善诱道 你做我鬼扑 真不合适 你看 我跟你女儿是好朋友 将来 一切真相大白 我们还会要走动的 到时候 你在我身旁 一口一个主人的叫 这 这多不好 你说呢 这有什么关系 我是鬼 他是人 文华娇 缠默了片刻 悠悠地说道 就算你收了我们母女两个 也没什么不可以 我是找主人 又不是找情郎 带来 封锏 封锏